贵州苗乡气质美人层出不穷 那么多的苗族美女有没有苗后呢 昨天我说了贵州苗乡并没有什么苗王 今天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有的人认为的苗后 在贵州前东南分布着大大小小不同的苗寨 这些苗寨之戏各不一样 比如有长裙苗短裙苗等 正因为如此在前东南才有十里不同乡 百里不同俗的说法 这也说明贵州苗乡的民俗文化非常多姿多彩 每个寨子里苗族女人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如果每个寨子都有长老 那长老的妻子应该就是最有威望的女人 但她们都并不是苗后 自从吃油不下南迁至此 苗族在贵州前东南市区数千年 苗族女人的社会分工超过男人 她们勤劳勇敢聪慧过人 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她们协助男人勇斗飞禽走兽 最终繁衍了苗族数千年的乡火文明 到了现代苗族传统文化还保存了十分完整 苗族女性的美不断向世人展示出来 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苗族传统活动 比如苗年节 古葬节 姊妹节等 就属于传承了数千年的民俗文化 苗族女人的戏份比较多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大气漂亮的苗族姑娘 穿着盛装漫步在大街上 千万别惊讶 这并不是什么苗后 苗族人从古到今都没有什么苗后苗苗后 今天所谓的苗后苗后 不过是为了宣传当地文化旅游 而虚拟的角色而已 不开心